来咯来咯 Chef Ivan教你做午餐肉 家里人是不是都很喜欢吃午餐肉 可是呢 又担心说外面的午餐肉 有一些添加剂 不放心 今天就教你 做一个住家版的午餐肉 非常的简单 来首先我们需要准备的材料有 肉啦 半斤的肉 然后 玉米粉 20克 面粉 30克 还有料酒 10克 白米酒 20克 五香粉 少许 接下来就是红曲米粉 那红曲米粉 我们会在视频的下面有嚼啦 还有一点点的姜末 姜蓉 还有就是葱 好 我们先把那个青葱切成两段 只拿葱白部分 葱白这边我们先拍开 拍了过后 我们放在一个碗 倒入半碗水 先让它泡着 稍微跟它这样挤捏一下 让它出味道 好 放一边备用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肉把它切小块 今天我选用的这个肉呢 是瘦肉 还有三层肉 那我就是400克的瘦肉 测肉啦 然后再加上一个100克的这个三层肉 这样吃起来它口感没有这么柴 然后又带有一些的油脂 我们全部把它改小 这样等下在搅肉的时候就比较方便 好 我们把肉全部放进去 先放一半呢 好 我们就把搅好的这个肉全部倒完出来 好 我们把搅好的肉碎 全部放进这个mixer里面 然后给它两茶匙的食盐 微酥一茶匙 姜蓉 姜蓉倒进去 清葱水 半碗清葱水 倒完进去 五香粉 胡椒粉 黑椒粉 黑椒粉跟胡椒粉就少许啦 然后我们就先搅拌一轮 先低速搅拌 搅均匀后 我们再转高速 好 我们搭拿起筋后 我们可以先拍起来看一看 好 这个时候 这个肉开始有粘性了 我们就把玉米粉倒入 面粉倒入 花雕酒倒入 米酒倒入 还有红麴米粉倒入 那如果不要放的话也可以 只是放的话 颜色就会比较漂亮 好 我们再次低速搅拌 好 我们现在就可以拿出来 要弄成什么样的程度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肉 拿起来 不容易掉落就OK了 这个称之为有粘性 我们准备一个模具 最好是选上玻璃的 或者是白杠的 好 淋上一点油 在这个容器里面 我们先刷一层油 这样会更加容易的脱模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肉 全部给倒完进去 尽量把它压得更加的紧实 这样蒸出来 这样蒸出来它才不会有很多的气泡 包装保鲜膜 上面扎几个洞 让它蒸气可以跑出来 好 蒸锅蒸开了过后 我们把这个放进去 全程以中火蒸它30分钟就OK了 好 蒸好后 我们就可以把它拿起来 然后把它打开 我们可以怎样测试它熟不熟 我们用竹签 我们这样子或者是用牙签 插下去拉起来 如果没有肉碎跟着的话就OK了 就是全熟 那不要急着切 因为这样它会粘刀 我们完全放凉过后 又或者放进冷藏了过后 我们才来切 这样它就会更加的容易切了 午餐后冷却后 把它整块这样拿出来 然后我们就可以切上自己要的大小 我们先把它边边盖整齐 厚薄度自己喜欢呢 好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来煎了 好 我们放下少许的玉米粉 水给它少少 然后我们给它混合均匀 好 锅内放上少许的油 午餐肉有几个做法 那第一个就直接下平底锅煎 那我就比较喜欢敲一个蛋 午餐肉呢 有几个煎法啦 第一个就是放一点油 然后这样 就是直接下去煎 煎两面焦香就OK了 那我个人就比较喜欢粘这个蛋液 然后把它捣碎 那鸡蛋混合均匀过后 我们把刚才调好的那个粉浆 加下去 油锅预热了过后 午餐肉粘上蛋液 放下去炸 稍微炸至金黄色 那我们就可以捞起来了 我可以捞起来了